本期话题 陶仁的功效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陶仁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那么临床也非常常用 因为它第一个作用主要就是活血化瘀 由于陶仁它活血化瘀作用比较肯定 那么主要用于比如说女性的童筋或者瘀血 还有因为它活血化瘀来改善精美的瘀血 对国种瘀血性疾病都可以用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我们通常这种瘀血我们也可以用 比如说红花配物 那么陶仁红花通常能够加强活血化瘀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配上比如说大黄 或者一些比如说陶仁陈其汤 那么这一类就是对瘀热引起的这种 比如说常遭便秘 那么通常我们用陶仁 那么陶仁它含有化痰 止咳 频传 它和信任有类似作用 它因为活血化瘀去改善全身的循环 现在比如说美容方面 有时候会加一点陶仁 因为既能够通便 能够降脂 同时又能够活血能够改善循环 所以对于美容或者瘦身 我们可以多稍微加一点陶仁 所以达到一些保健部地 没频道